有的人現在已經在接洽了 那也希望這個片能夠 在我們台灣是1月30上映 那在中國大陸也希望 這是也許不隔幾個月 就能夠在大陸也一起上映 現在你也知道要等審批 所以我也不知道 因為你們有那個 要經過你們的一些系統 不過目前都已經在洽談了 那一個月前就已經開始在洽談 所以希望大陸的觀眾朋友 尤其是福建廈門那邊 應該也有很多朱大哥的粉絲 他們都很希望能夠看到 那我們已經都在洽談當中 謝謝 同學們有問題嗎 同學也太不踴躍了吧 剛剛我們是被殘問到沒有辦法離開 怎麼會突然大家身邊變這麼安靜呢 我幹嘛跟你講 請 這是老師是嗎 對 老師 我是好漂亮喔 對啊 老師你現在是要問我還是問 還是問 問了你 我問朱大哥好了 你是單身喔 單身可以 我可以 我想問一下 就是當時在拍那個大稻埕這部片 那你們取景的地方 是在現在大稻埕那個地方嗎 對對對 還有在宜蘭那個 傳譯中心 真的 欸 阿姨 什麼 藝藍藍藍藍喔 好謝謝 朱大哥在跟老師 美女老師講話 打斷 對嗎 想看可以嗎 對啊 那想問一下 就那個時候 是怎麼樣把它打造成當年 就是回到過去那個時候的景象 是有考證什麼東西 我這樣嘛 對把它佈置成 我這樣要問她的 問她的妹妹 這一部這個祭本啊 是她妹妹 編輯的 妹妹有蘭 在那裡 那個也是喔 目前還跟你一樣 感謝她 越擔心 結果她是編輯 這一本啊 她年紀很輕 但是她知道那個大稻埕 的故事 還有什麼1920年的 她都知道 就會想要問為什麼會想要選大稻埕 因為像台北幾個繁華 像旺華也還不錯 或者是台灣南部一定有很多層次 像朱大哥以前去那個秀場 應該會看過很多台灣各地像這樣熱道的 對啊 大稻埕我以前是知道它有波動力嘛 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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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長的那裡 有什麼 他爬那裡有什麼 江山樓 江山樓 知道的是大稻埕的 對 就為什麼會想選大稻埕 然後現在拍攝的畫面是 怎麼樣去考究當時候的畫面 然後來佈置成當作那個景象這樣 因為那時候就是很想要寫 1920年代的台灣 那要寫1920年代的台灣 就是一定要從大稻埕出發 因為那時候就是一戰結束之後嘛 然後就全世界都進入一個很狂歡的年代 大家就覺得一次世界大戰很悲傷 所以就是那在台灣 其實大稻埕不只是之於台北 大稻埕是之於全台灣 那時候台灣可以發展到現在這樣 這麼繁榮的工業社會 都是因為有大稻埕的港口 所以像日本的一些外來文化 明治維新 中國的胡適的新文化運動 或者是歐洲在推動的工業運動 都是從大稻埕這港口進來的 所以要寫1920年代就是一定要寫大稻埕 所以大稻埕的意義是這麼重要 也想要透過這個電影 可以告訴所有的年輕人 中山女中的啦 掌聲鼓勵一下 你這樣子就高興耶 老師你以後 問我不要問大稻埕的故事 問我說為什麼會跟女人 阿怎麼樣 你要問那個 阿我會解釋給你 朱大哥要幫送漂亮的女老師紅包 恭喜發財 謝謝謝謝 好 好 合照 自拍自拍一張 也要合體耶 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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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自拍喔 自拍這樣子 自拍喔 自拍就是自己動手在拍 這場男性 男性荷爾蒙好強喔 我們老師很漂亮耶 真的耶 對 他真的不放拍耶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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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為什麼 戴口罩有病是不是 真的 好 來 快點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發下去給各位 評那一張那天27號就可以來看我們的首映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留著喔 好不好 那今天謝謝 非常謝謝各位同學 請一定有粉絲團幫我們按讚 然後回去幫我們多推薦大道成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